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要怎么样改良这个竹蜻蜓呢? 让我们先来观察跟竹蜻蜓很像可以垂直升降的直升机吧 我们来观察一下直升机的外观 直升机的螺旋桨很长 它的长度比直升机的机身还要宽上许多 直升机从静止到起飞的那瞬间 螺旋桨的转速也会从静止到越转越快 旁边的人就会感觉有非常非常大的风 我们观察直升机起飞的瞬间 我们来画一下直升机的力图 直升机的螺旋桨在转动的时候 会给空气一个向下的作用力 空气产生一个反向的反作用力给螺旋桨 直升机还收到什么力呢? 直升机本身还有它的重力 除此之外 转动螺旋桨产生的风 也会有一个作用力给直升机 但是因为螺旋桨比较大 直升机的机身比较小 所以只有小部分的力 是作用在直升机上面的 让我们仿照直升机来改良主蜻蜓 我们增加主蜻蜓的叶片大小 比较大的竹蜻蜓可以产生一个 比较大的作用力给下方的空气 这作用力大部分都是作用在旁边的空气上 比较大的作用力会产生一个 等大反向也是一样比较大的 反作用力给竹蜻蜓 让竹蜻蜓往上升的力会变得比较大一点 那你会问 那头皮的作用力呢? 有 风一样会有一个作用力给头皮 但是这个作用力跟往上的 这个空气给竹蜻蜓的反作用力比起来 是比较小的 因此 这个往上的作用力 只要抵抗这个风给头皮的作用力 还有 哆啦哞梦本身的重量 它就可以飞起来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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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